現場天氣是天色一般 在下微微小魚 現在快過了皇后大道中 準備去康樂廣場 看到行人天橋也有一些市民 舉起手機拍照 也跟他們揮手、歡呼 巴士巡遊快到達中環天星碼頭 跟我們記者鄧傑瑩聊聊 他在天星碼頭現場 你那裏多不多市民等著他們 現在看到不少市民 都已經在中環天星碼頭 等著港隊代表巴士來到這裏 現場地有不少市民 已經拿好相機等待運動員的出現 看到天橋那邊也站滿市民 現在看到駕駛已經差不多來到 現在看到駕駛已經差不多來到 現場也有不少警員、交通警 在維持秩序 我們已經看到巴士的身影 收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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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謝謝 謝謝 好 謝謝 說回這巴士 剛才經過了尖沙咀的鐘樓 現在來到中環天星碼頭 中環碼頭這裏的雨勢 比大圍這裏大 一些圍觀的市民 就不夠大圍那邊多 不過幸好雨勢不算很大 運動員也不需要到巴士下層 隔著玻璃和市民見面 現在看到不少市民 都已經拿好手機出來 為運動員打卡 剛才我們也和一些市民談過 他們說最想看到單車代表李思榮 因為看到他在奧運的表現 覺得很痛心 雖然沒有拿到獎牌 但也感動到香港人 希望遠遠遙望表達心意 也有市民說自己很喜歡海思培 覺得他代表到香港 如果政府之後也舉辦更多活動 例如在商場舉辦見面會 就更加好 也有市民就特意帶小朋友 來看江文慧 可惜見不到張家朗 因為小朋友自己也有學劍擊 希望他在運動員身上 學到拼搏精神 現在看到巴士陸續靠近 不想市民也揮手 也有市民和運動員打氣 叫加油 我們看到江文慧也在車上 和市民點頭揮手 還有韓思培剛剛也站起來 加油 巴士大約會在這裡停留5至10分鐘左右 之後11點45分 就會到達終點天馬公園和學生交流 政府中午也會設午宴 表達運動員和代表團在奧運的成就 下午也會舉行歡迎儀式 不少市民都向著運動員揮手 也有市民為運動員打氣 看見江文慧和何思培 剛才都很熱情地向市民揮手 再說一說 加油 加油 看到不少市民都向他們歡呼 其實這裡的雨勢比大維新界區大一些 不過幸好運動員都不需要下巴士下層 隔著玻璃和市民見面 市民看到他們都可以清晰一點 看到江文慧都很興奮地拿著推棋 向著小民打招呼 巴士一到現場市民都比剛才多 不少市民都準備了相機拿著長鏡頭去拍攝運動員 巴士現在開始離開了 他們會去終點天馬公園和學生交流 之後就會出席政府的午宴 政府和港協企奧委會下午再會舉行歡迎儀式